各位歡迎收看傳媒對焦 對於近年興起的加密貨幣 也就是虛擬貨幣 甚至類似的最新科技NFT 市民大眾也很多不太了解 我們現在透過Zoom視像 請來華亞遜大學航天工程系工程師 企港师陈哲康先生和大家谈谈 Hello Cliff 你好 Hello 大家好 首先我们谈谈Bitcoin 其实今年也是我们茶余饭后的一个话题 很多人都留意Bitcoin 因为今年它的价格曾经升到最高 亦都大幅上落过 有些人就透过Bitcoin投资赚钱 而最近也多了人有朋友说 买了电脑零件令到挖矿 究竟Mining挖矿是什么呢 你可否和大家解释挖矿和Blockchain是什么呢 其实Bitcoin、比特币或者其他虚拟货币 它们主要都是靠过一些叫做去中央化的系统 来做这个交收和做这个记账 一般来说我们传统的中央系统 即是银行、信用卡公司、信托公司 或者一些政府指定的结账公司 去做这个记账、交收的服务 但是这个虚拟货币 就不需要用到中央系统来做的 它最主要是透过一些叫做第三者 或者叫做矿工 那这些矿工呢 它们就透过它们的电脑 和电脑软件 比如好像电脑硬盘 或者电脑的video card 那些这样 就做一些系统出来 就帮大家用来做记账的服务 但是这个记账的服务 因为全国过程都是加密 就透过这个Blockchain 我们叫做区块链 区块链的科技来做的 每一次的交易都会清楚记下 买卖双方的资料币 和数量有多少 诸如此类 做这个加密服务 它用到的数学凡数 其实都挺复杂的 是这个加密的程式 每一次做这些加密的程序的时候 它都需要用到很多的电脑 那所以呢 每一次 制造到一个新的区块出来的时候 上报的时候 它这个矿工呢 就会获发一些叫做酬金 在这个Bitcoin这个系统 发给它们的酬金 那这个酬金呢 大概 现在 就大概6.5个比特币 它就以前呢 就会多些少的 譬如在 在说年半前 年半前 它那个酬金的 大概是12.5个比特币 那它就视乎 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去递减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比特币呢 一直都是会 会升值 会升值 升值的原因是因为呢 比特币它 它有一个cap 那它最多只能够生产到 2100万枚 不能够过这个数的 那所以呢 你呢 每製造一个币 就会少一个 可以给你去生产 或者去挖矿 那所以呢 这个币呢 是币值会一路去上升的 那如果币值一路上升的时候呢 那它就为了要平衡它的价值 那所以你的奖金呢 又会按年这样去递减的 嗯 你说了一点呢 就是很多新挖矿的朋友都可能不知道 就是呢 比特币或者虚拟货币 是会越来越少 那另外一个挖矿 大家要知道就是 原来它耗电量都很厉害的 那挖矿用的电呢 有人就研究就批评说 这个不是很环保 对气候变化有害 甚至呢 中国呢 早前呢 亦都因为种种原因 禁止了挖矿 那其实你觉得 挖矿这件事 是不是真的不环保呢 对世界是否有一个不好的影响 还是一个不是很大的关系呢 挖矿的确是需要用到很大的电能 给你一个例子 大概如果现在来说 制造一个 这个挖矿要用的电能呢 是要72万亿瓦特 嗯 那其实是一个挺高昂的费用 我想大概接合回呢 要用到每一个挖矿要用到 超过4000元美金去制造的 那以现时这个技术来说呢 的确好像是挺不环保 那但是未来应该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譬如很多软件的升级 就是电脑程式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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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令到这个系统更加高效能 嗯 暂时呢 比特币呢 我们都是作为一个投资的工具 真正的用途就不太多 除了在譬如萨伊亚多一些特定的国家之外呢 是可以用来买东西或者交税 但是其他国家就不行了 那现在正在推广呢 其他中南美洲国家呢 都希望开始这样做 你看不看到在将来 加拿大有机会可以用比特币 买东西或者交税呢 我们要等多久才会做到这个呢 你觉得 有这样的可能 但是实际上要用多久就真的不知道 真的要看回我们政府 北美洲的政府 怎样去界定虚拟货币是一样什么的东西 好像现在这样 美国是可以用一般个人的信用卡 或者特币卡去买这个虚拟货币 但是加拿大就不行 因为没合法化 那都要看回那个当地的政府 当权的政府是怎样去看 很难说 真的很难说 明白 我们今天想和你重点讲一下 一个全新的科技 我们最近才知道叫NFT 为什么我们知道呢 因为最近有些艺术品 放在网上用NFT的形式买 很厉害 几百万 几千万都有 究竟NFT是什么呢 它和Blockchain有什么关系呢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这个科技其实存在了多久 其实NFT 听来好像很新的科技 但其实也有一段时间 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2012年 有一班人在比特币这个平台上 制作了一些叫做Color Coin 就是一些涂了颜色的虚拟货 这虚拟货 其实它的面值 就不是一般的Bitcoin面值 你是可以 这个Color Coin的拥有者 是可以自己去拟定 这个Color Coin 它所代表的是什么一些资产 它的价值有多少 例如它可以代表你的车 可以代表你的公司的股权 也可以代表一些购物的代用券 也可以的 引申到2014年 第一代的NFT就真正正正正式产生 它当时是一个电子的艺术品 NFT其实它的意思 英文就叫做 non-fungible token 就是一些独一无二不可取代的代币 它有价值的原因是因为它不可取代 就是等于好像我们的指模一样 在全世界是找不到另一样东西 是和它一模一样的 很简单 NFT是一个代币 但是你如果想建立一个 制造一个NFT 你需要用到一些 电脑能够去独取到的一些 Digital的asset 一些比如数码的相片 Movie 或者音乐 或者一段Twitter上面的留言都可以 那你是数码化的 是这个file 你用透过电脑 透过blockchain 将它用加密这个科技 转化成一堆密码 转化成一堆密码 之后在这个blockchain上面 就做了一个NFT 那它因为 因为刚才好像我所说 就是每一个NFT 都是独一无二 所以它能够保存到它的价值 就是 就算你同一张相片 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灯光下影 你再制造这个NFT 它排出来的密码 可能会是完全不同 即使是同一张相片 一个Pixel的不同 它都可以令到整个密码的排组系列 是完全不同的 那 就很难可以被人模仿到 最主要是这个 那 而且因为它所有的交收 制造的过程 时间 都是在blockchain上面 很清楚地记下 透明度是相当高的 那所以譬如以前好像一些艺术品 你要交易的时候 需要一些艺术键定家 或者一些agent 跟你去买卖 这样帮你去买 那现在可以透过这个NFT的open market 那你将你的艺术品 就可以公开来去买 那就可以skip了这些第三者 因为全部都是自动 在blockchain上面跟你做到 而每一个人都很清楚知道 这件是艺术品的来龙去脈 整个supply chain 由它诞生的一刻开始 到转手了多少次 尤其曾经有多少个买家 都可以清楚一目了然地看到 所以是这个 它一个可取之处 是一个清晰度很高的 那你刚才说到 是关于安全性的问题 那有些人就说 这个NFT 因为用blockchain 所以它的安全性 是比传统的网上金钱交易更安全 甚至有人说 NFT是一个叫金融风暴的避风港 就算financial market crash 但NFT仍然可以保存一个价值 你怎样看这方面 安全性方面 的确安全性其实是很高的 安全性和透明度都是很高的 它的密码排组有256个数位 基本上呢 它能够出现的组合 多达1乘以10的77次方 即是1之后有77.0 那基本上是一个天文数字 你很难去找到一个组合 是和它可以重复到的 所以 所以 这么久以来 到现在为止 我都没有听过 是有人曾经可以去crack 到这些密码的 那问题就是 因为它自己有自己有一个 去中央法的系统去运作 那甚至很多 有时候的政府机关都未必可以 去到介入去管 介入去干扰它 那所以 那为什么那些人说是一个 金融风暴的避风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还有是因为去中央化的这个原因 那政府基本上就算大量去引人子 推出这个量化的宽松 那其实基本上对这个币值的影响 都不是说太大 因为它自己是有自己本身一套的系统的运作 它最主要的价值是 以暂时来说 是有两个影响 第一就是政府那方面的规管有多严 会就是政府想取代它 不让别人去交易虚拟货币 令到它的价格这样会跌 或者我们有没有一些的商品 可以用到这个虚拟货币来做交易 譬如早前有一间大的大的汽车生产公司 它想用这个虚拟货币 比特币来给这个顾客来做一个买卖的货币 消息一出之后 当然这个比特币的价值就大升 都是靠市场的供求和政府规管来影响的价格 原来NFV都可以有保护知识产权的作用 今天谢谢华尔顺大学的讲师陈哲康先生 多谢 谢谢 想重温以上的内容 可以到本台的网站 点击节目重温中的传媒对焦就可以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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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